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eakCode的1754这题 这题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题目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题就是说 给我们两个Stream 然后我们想把它们merge出来 那么怎么merge呢 刚开始 Word1是CaBaa Word2是BCaa 我们一开始只能取Word1的头或者Word2的头 当那个字符被用完之后 我们才能够继续用它下一个字符 比如说它的答案是 一个是C 因为我可以取Word1的C和Word2的B 我们要组成个字典是最大的 所以我就会先选C C用完之后 我可以选Word1的A和Word2的B 所以我接下来选Word2的B比较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题需要怎么做呢 一开始Word1是CaBaa Word2是BCaa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选Word1里面的C 好 那我们目前的答案就是C 那接下来有Word1的A和Word2的B 那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选Word2的B 好 那接下来是A和C比较 我们知道C更大 所以我们再选C 好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当我们碰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字符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往后多看一点 我们可以多看字符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 或者说 什么时候停止呢 那么肯定是碰到一个不一样的字符 就停止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 我们可以直接 把它们的substring来比较 Word1现在的substring是ABA Word2的substring是AA 那Word1的substring 它更大从字典续上来说 所以我们这一步就选Word1的A 那选Word1的A有好处 是因为接下来 它有个B 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快地 rich到这个大一点的B 所以这就是贪心的思想 好 那接下来我还是选Word1的B 好 现在有两个A 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 就是比较它们的substring 然后选substring 字典续更大的那个字符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复 刚才这样的步骤 一直到结束 那我们看下一个很简单的实现 就是我有两根指针 I指向Word1的字符 J指向Word2的字符 那么当它们都没有用完的时候 我们去比较 它们的substring是哪个更大 那我们就把字典续更大的 那个对应的字符给取过来 就可以了 那当我Word结束的时候 那我可能有个 有个单词用完了 有个单词 另外一个单词 它还有剩下一点点没有用完 那我们就把那部分没有用完的东西 整个copy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实现 我们知道 那我这里有个Word循环 那里面每次substring比较 其实它也是要花ON的时间去比较 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是ON方 那空间的话就是ON了 那这种实现比较慢 我们看它memory的用了很多 是因为substring这个操作 它实在太慢了 每次都substring 它每次都要copy一段很长的东西 然后两个去比较 那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实现 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 它run time也提高了 memory usage也提高了很多很多 那这种做法和前面那种做法 唯一的不同就是比较这个地方 我们之前是copy 就是substring 就有两个copy 然后它们再比较 这里我用了一个greater函数比较 我传进去了原来的word1和word2 然后传进去我当前的两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每个字符 一个一个去比较就可以了 在这里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能ab和abc比较 因为前面两个ab一样 那么我们就会跳出这点while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谁的长度更长就可以了 好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题 这题主要的思想还是贪心 好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